六種口味 各自有各自的喜好 TOYS的支持者可能比較重視公平原則 那超哥的支持者就比較重視關懷原則 哈囉大家好我是一文 有在關注政治的人不知道有沒有跟我一樣 覺得這一次選舉特別不舒服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因為以前藍綠對決 不管你的立場是怎麼樣 都有大概一半的人跟你是站在同一邊的 但是這一次三強鼎立嘛 所以不管你在任何一個事件裡面是什麼立場 都有三分之二的人 跟你的看法不一樣 然後就會覺得我的未來要給這三分之二的 絕大多數的白癡來決定 尤其是我們本來很欣賞的人 或者是很親密的家人 他想要投的對象是 我們覺得白癡才會投的那個人 所以就會產生很大的內心衝突 又沒有辦法好好地溝通 所以我就在想 人的政治立場的差異到底是哪裡來 或者是說我們對於任何一個新聞事件 為什麼會有這麼不一樣的觀點 我們彼此之間的腦結構到底差異在哪裡 我就在思考這件事情 那我整理出了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我們底層邏輯 我們頭腦對於這個世界的觀點 最基本的態度不同 社會學家很早就發現 人類在政治的選擇上 大概就分成兩大類 就是說支持同性婚姻的人 絕大多數也會支持各種綠電的能源政策 支持綠電能源政策的人 也絕大多數會支持政府 使用強力的救濟手段 來救濟需要幫助的人 這三個或者是更多的其他議題 你一看是沒有相關聯的 那為什麼同樣一群人都會大概率的支持這些法案 那另外一群人就會大概率的支持相反的法案 這些不同的政治議題之間到底有什麼相關聯 研究之後就發現 這主要應該是來自於人的頭腦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觀點是樂觀的 是理想性的 所以我們會用比較追求理想的態度來看待這個世界 也就是我們認為的左派 那另外一派人所謂右派或保守派 對世界的看法是比較現實面的 比較認為世界沒有辦法輕易的改變 我們不會去應對現實的狀況 是他主要要考慮的事情 這是第一種人的差別 頭腦對於世界觀點的差別 第二層人的差異是人的道德口味的差異 在好人總是自以為是這本書中 作者就發現 人總共有六種道德口味 分別是 六種口味 各自有各自的喜好 他們沒有哪一個是比較好 或哪一個比較壞的 如果有一件事情是通通滿足這六種的話 那所有人都不會有意見 立法院大部分的法案也都是包裹通過 雙黨都沒有意見的 那問題是出在會有價值衝突的那件事情上面 每一個人最愛的口味優先排序不一樣 所以當你在做決策 需要犧牲一種道德的時候 兩種喜歡不同口味的人就會打架 像是喜歡權威的跟喜歡自由的 可能就會對一個法案的觀點有所不同 像是Toys跟超哥 Toys的支持者可能比較重視公平原則 他覺得這個東西好吃 他就說好吃 覺得難吃就說難吃 要很公道 那超哥的支持者就比較重視關懷原則 你到人家店裡面 他公開說他的東西很難吃 會影響到人做生意 你這樣做人不厚道 欠打 就是兩種價值口味優先順序的差異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網路上 有些人覺得 Toys把他覺得好吃難吃的東西 以他自己覺得公正的方式說出來 他講觸犯難吃 他也有講出為什麼難吃 所以他是公道的在評論 可另外一邊超哥派就會覺得 你說什麼都好 就是不能亂批評別人的觸犯 雖然打人不對 但是他真的很欠打 這種道德判斷價值觀的差異 就是人與人的第二層差別 人的第三層差別 就是理性判斷的差別 對於一個數學題目或物理題目來說 理性是很單純的 你把變數全部都納進去 最後就可以得到符合邏輯的答案 但是在社會學裡面 所有人所知道的東西都是有限的 每一個人會想要把自己理性推論 要納入的變相 跟參考的事件就會不一樣 所以就算所有人都是理性 還是會推論出不一樣的結果 這是第三層差異 那第四層差異就是 對人的判斷 有些人就會覺得 超哥以前就有打人的經驗 好像是這樣 我看新聞 如果錯了可以跟著我 這個人小鼻子消眼睛 就是來打架的 那有些人就會判斷 Toys這個人看起來就是 就是愛惹是生非 愛找人吵架 他根本就不是來好好吃飯的 他來就是故意要批評人家的餐廳 他是條缸耶 對政治人物也是一樣 當一個政治人物在台上講的 慷慨激昂的時候 有些人會判斷 他是因為他很有熱情 他熱愛這個國家 他為了這個國家好 可是有些人看到這樣子的表現 他就會覺得這個人表演欲太強 愛說大話 不可以信任 就算他的政策表面講得再好 我還是不可以信任他 還是不可以投給他 就是這四個層次的差異讓我們會有南原北側的政治立場 從我們看待事件最底層的方式 到我們的道德口味 到我們理性判斷的方式 到我們對一個人的觀察判斷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建立一個強力的體系 相信自己所選擇的是正確的 而很難跟別人溝通 因為我們的思考方式就是這麼的不一樣 但是如果 你真的很有心 真的很想要跟同溫層以外的人好好溝通的話 還是有辦法的 我這裡可以提供一些講話的原則 不過在講之前 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的心態有沒有正確 當你想要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要溝通 真的要溝通的意思是說 你願意被別人改變 如果你只想要改變別人的話 這個溝通是沒有辦法成立的 只有你自己也願意相信 對方有對的可能 有對的地方 這個時候溝通才有辦法建立 四年前韓粉很強大的時候 有很多人不能理解 韓粉到底在想什麼 他覺得韓國瑜就是一個 明粹型 說大話的人 為什麼你們會相信他呢 而這些人理解韓粉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用一種 你們到底是 頭腦出了什麼毛病 我想要理解你 遭遇了什麼困難 所以會支持韓國瑜 這種帶有批判的理解 你是不可能真的理解的 你可以想一下 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會願意聽別人的話 通常就是那個人 雖然立場跟你不一樣 可是你覺得他還是屬於比較理性的那一種 而且他願意聽你在講什麼 他願意停下來理解 我們可以交流 這樣的人他有可能改變你 同樣的我們想要去理解別人 想要找不同立場的人溝通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你要成為這樣的人 你要讓別人知道說 你雖然立場跟他不一樣 但是你是可以溝通的 你是屬於比較理性的那一派 你是願意聽他講話的 人家才會願意聽你講什麼話 在這個前提心態準備好之後 我們有三段講話的方式 第一段 提出自己的經驗 跟我們共通認同的事實 這部分是對方沒有辦法反駁的 因為是我自己的經驗嘛 是我主觀的事情 第二段是講自己根據以上的經驗 所以你推斷你的理論是什麼 你的立場是什麼 第三段就是重點了 第三段你要講灰色地帶 你要講在你的整個論述裡面 你自己還不確定的地方 你自己還沒有完全想清楚的地方 自己把這個東西給講出來 對方才有可以接下去的點 他才不需要變成一種防衛跟攻擊 這就是跟不同立場的人溝通的原則跟方法 我舉個例子 選舉完之後 還有在吵的事情就是 關於作票嘛 選務瑕疵這個議題 第一層我自己的經驗 我2014年 柯文哲第一次出來選市長的時候 我有加入他的監票部隊 不過最後11月29 投票那天我就沒有參加 因為那天忙著在做罷免蔡政員的連署 那在那之後 我還是有持續的觀察這些選務的工作 那就我這10年之間對選舉的了解 我大概知道說 投開票所裡面的這些工作人員 多半是公務員 或者是公職相關人員 那他們的心態 其實大部分就是想要安全下莊 因為選舉做票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很容易上新聞的事情 影響到他們整個職業來發展 所以他們的心態比較是 好好把這件事情做好 那另外一方面 一個投開票所裡面 我記得是13個選務人員 那大部分時候 他們不會全部的人都熟識 所以根據以上的經驗跟事實 第二點我的觀點就是 不太可能有做票 尤其是系統性的做票 一個理由是 在一個投開票所裡面 他能做多少張票 他做出來的票 對大局有影響嗎 投資他整個生涯未來 來做幾張無關緊要的選票 我覺得不是很合理 那再來就是 就算要做票 你身邊其他的選務人員 跟監票人員都在看 你怎麼能確定 這些人是跟你站在同一陣線的 如果其他選務人員出賣 你怎麼辦 我參加監票部隊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覺得 連勝文家大業大 國民黨過去在威權時期 劣跡斑斑 各種停電做票的方式都有 所以我要小心他們的一肚子壞水 後來我才理解到 其實這個監票的活動 有監督選務公正性的功能 但是更大的成分在於 凝結支持者 然後讓支持者有事情可以去做 有參與感 這也是好事 那如果因此讓我們覺得 這個社會有一個邪惡勢力 把控我們台灣的選舉 我們要對抗這些壞蛋 還有這些壞蛋的支持者 那這就對民主的價值 會是有傷害性的 那第三個 灰色地帶就是說 我剛剛講 選務人員不一定通通認識 可是在一些比較小鄉鎮的地方 他們可能選務人員 互相都是很熟悉的 也熟悉彼此的政治立場 要勾結起來 也是有可能的啊 另外一方面 如果他們覺得這一次的投票 造成的影響太重要了 重要過自己的質疑風險 那說不定 可能會挺而走險 決定要做票 所以 我的灰色地帶就是 也許 真的有一些人 有做票的可能 不是完全沒有的 這是我對 做票這件事情的三段論 我的經驗 我的理論 跟我的灰色地帶 想是這樣講啦 上網還是用罵的 因為真的值得我們花 這麼多心力去溝通的人 實在不多 也不是所有人 用這個方式 你就真的可以跟他溝通的 至少你現在知道 人有這四成差異 所以你沒有辦法 跟別人好好對話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用太難過 今天就分析到這邊 選舉也選完了 小鎮又恢復了平靜 希望對你以後 跟別人意見不同的時候 能有一點幫助 今天就到這裡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好吧 小鎮絲